还有在华人地区最红的节目 我是歌手 这个礼拜将是总决赛 要选出一位冠军了 目前最后被看好了 除了林志炫 当然就是杨宗伟 而且这次的比赛规则 可以找来其他的歌手或者制作人 一起比赛飙歌 于是根据了解 林志炫找来的就是肖敬腾 要PK杨宗伟 这个声音将对上这个声音 当落歌唱节目 我是歌手 12号将进入总决 上一回和杨宗伟败部复活 打败林志炫 中决赛的这一天 为了歌王宝座 林志炫找了秘密武器 肖敬腾 曾经以杨宗伟拿手的歌曲 打败杨宗伟 肖敬腾成为林志炫 心中最佳大党 希望两人合体 能够打败杨宗伟 大陆歌唱节目 除了找歌手比赛 以利品评审卡斯 锦罗密鼓筹备的中国梦之声 找来了Coco李文当评审 我不是太凶悍的 所以我觉得我没有太 我不会太过毒蛇吧 不会毒蛇 李文的好声音 让参赛者能够吸取经验 不过同样是担任评审 即将上档的选秀节目 中国最强音 找了张子怡 却惨遭网友批评 有质疑才有进步吧 还没播出就引发网友质疑声浪 同样在选秀节目担任评审的 那音更是炮轰 张子怡培养不出冠军 隔空交战 歌唱比赛 拼卡斯也似乎拼出一股 火药味 记者综合报道